今天是8月3号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去观看一个国际军事竞赛 这个国际军事竞赛是在新疆的库尔勒市 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了 今年是第三次 这个军事比赛是由中国陆军承办的一个比赛 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 咱们新疆库尔勒这个地方 就是可能是我猜测是场地比较大 所以是在我们新疆去办 所以这个刚好就在我们这个库尔勒市的郊区 我们去看也比较方便 然后今天我们就约了几个军事爱好者 然后一起去看一下这个比赛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这个刘师傅的这个好朋友好同事 也是略知一点皮毛的这个军迷 今天非常的高兴能与刘师傅一道去参加这个军事竞赛的这么一个活动 今年呢就是增加了越南跟这个 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增加了越南跟这个埃及 埃及军方 嗯我们一会儿一读风采 就是这个国际军事竞赛啊就是今年是第三届就是因为我是生活在这个库尔勒市啊 前几届也是略有耳闻 但是我没有去看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看 但是今年就是这从2017年开始这个赛事就一直在做 然后到今年是越做越大 然后参加的国家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可能就是我我猜测啊就是这个中国的陆军 他是想把这个这个比赛的影响力越多越大 可能做到最后希望能做成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赛事 但是将来应该会吸引更多的国家过来参加 然后也把我们这个库尔勒这个城市 刚好也可以嗯知名度也可以提上去 对啊还有我们这次去看军事竞赛啊 第一是看呃他们的比赛嘛 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去参观这个装备 对我们器械 对有器械这些东西我们过去之后可以近距离的去摸到这些器械 感受99A 感受这些装备 但是可能可能是一些比较老的装备吧 就是新式一点的装备应该牵扯到这个保密这些 而应该不会让你参观的 但是一些比较老一点的装备应该成为让人看 近距离的感受 对甚至可以进去 到驾驶舱里面可以去 可以去感受一下 忐忑 我都是负重的威力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起程 我们新疆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炎热的 尤其是个夏天太阳特别大 然后我们的就是装备要带齐 什么防晒啦 什么这个补给啊水啊吃的啊这些东西 其实在大戈壁摊上肯定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废弃 它带的有板凳 可以坐一坐 来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军迷糖色 然后我们这个军事竞赛是免费的啊 免费参观 然后凭身份证 凭身份证入场啊 我们来这个超市买一点水啊吃的什么的 看一下啊我们带的各种水 还有吃的 这是我的伞 看一下啊有人已经开始直播了 有人已经到了 但是我们还在路上堵着车 Oh no 你看这个上面的装备 看一下装备已经亮出来了 我们现在非常的着急 哎呀你说这些人咋起这么早呢 7点钟起床才能现在坐到看台上 我们这种9点钟才出门的人 连早饭都没吃 先吃点早饭吧 这个主车的间隙 先吃点早饭 吃点早饭 伪军迷 肯定是伪军迷 不然的话 如果是真正的军迷啊 可能头一天晚上就已经在那站位子了 嗯 开动 车都停在外面了 车都停在外面了 坐百度车 好我们也就从这下去啊 我们也把车停到这下面了 那这个 好了我们把车停在这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 现在准备走到那边去坐百度车 车开不进去 看一下啊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车 没地方停车 他们都把车停在路边了 但是我们我我 因为我因为我违章停车被洒过前 所以我就不停在路边了 宁愿多走两步 看一下有多少人 看一下有多少人 这都是在等百度车的 这百度车的运力明显不足呀 你看这大戈壁滩的 这一点阴凉的地方 就有人乘凉了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这些都是等车的人 那里有一个交警大哥在讲解 我们来听一下 进不了了里面人已经满了 要进只能走路径 但是从这走进去要走几十公里 才能到演习的地方 我们在这边进不去了 我们准备开车去找一找别的路 能不能进去 耶我们终于可以往里开了 我们找了另外一条路 我们可以往里走了 不知道我们进去 还能不能赶得上啊 现在已经是11点20了 我们还没有进去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好我们现在前方右转 就是要到这个比赛的现场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路上 国旗各个国家 国际军事比赛 前方入口200米 哦到了 出完景了 出完景 看一下这片地车上多大 谁说小鞋可以停满了 这几万个车都可以停满了 我们现在进来了 然后这里停了好多车 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准备再往里走 水不让带 对啥 啥都不让带 放下吧 吃的也里面 必须在里面买 什么都不让带 看一下啊密密麻麻的车辆 看来喜欢追上的朋友们 还是很多的 这个小跟 这个车开成这样了 停成这样了 估计它出不来了 估计是出不来了 单上了 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看一下好多房车呀 这里停了一排房车 也是专门过来看比赛的 看一下好多房车 好我们已经走到安检 安检口了 哦这还有卖这个国旗的 哇这些水水不让带进去啊 水要喝完 把瓶子扔到这 看一下啊 伞也不让带 现在都把伞挂到这了 好多伞 没有身份证的从那里走 有身份证的我们可以到前面去 过安检 我们走7号吧 7号 7号 慢一点 好了我们已经过了安检 现在可以往里走了 哇快看一进来就看到一辆坦克 五九市 五九市吗 我们近距离的观赏一下 二车以后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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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 哇 哇 往的是苏联的去 可以 可以近距离的 看 可以近距离看 五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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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想象中要大啊 你看好宽 比卡车都宽感觉啊 介绍一下啊 嗯 这个是五九市 五九市 五九市坦克 这个是 就是仿苏联的那个 也是一条生产线 跟苏联友好的时候 苏联的T54坦克的生产线 拿过来 然后它的最重要的就是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 它的圆 圆形的这个 圆形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炮塔啊 包括它这个旁边 旁边的这个 这个五对副轮龙 只要 只要是 它旁边的副轮龙是五对的 就是很明显的社会主义象征 口径继续正义 多大口径 125 滑堂炮还是线堂炮 滑堂 这个坦克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感觉很宽 这是二战以后 国产的第一代主战坦克 太宽了 感觉它的宽度比卡车都宽 我们看一下它的屁股 我的屁股 它的屁股 这个位置是擦这个屁股木的位置 就是如果说 遇到这个高特的情况下 把这根木头拉下来 垫到下面 垫到下面的履带上 它就可以平 完整的这个通行了 脱困嘛 就是一个脱困 脱困 来看一下坦克 看一下坦克 后置发动机 看一下发动机 关键是它的排气孔在哪呢 来往这看 这是排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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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是网子里发动机散热的 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坦克的检震机构 看不见啊 看不见 它这个油箱为啥要分布在外面呢 你看那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 这都是油管 这个在外面的话 岂不是容易被打坏 哦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钢的厚度 这是我女库的 看你接着 看一下你们这能不能看到它的简震 看不到 这个镜子是开坦克的人用来看前方的是吧 对对对对 驾驶镜这个驾驶镜 它也可以把这个盖打开 然后把头伸出来 然后那样开嘛 对不对 看那个洞 那个洞 还有那个洞是关苗的 这两个坦克的中间呢 就是一个文化展示中心 这里面有一些展示的东西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个馆是分别展示各个国家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馆 可以看到每一个大门的名字上 都有各个国家的名字 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开门 白俄罗斯巴基斯坦 他们都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弄好 所以还没有开门 埃及对 今年埃及也是第一次参加 我们去一下中国馆 中国馆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一些文化的东西 这有一些我们新疆的东西 然后是一带一路的一些展示 好这边是讲军队的了 这都是奖章 纪念章 这里终于有一个外国的展馆开门了 我们去看一下俄罗斯的展示 有什么东西 俄罗斯不愧是中国的好伙伴啊 这个参加的比较积极 并没有工作人员 只有一些他们做的一些海报 这一墙都是中俄友谊 这些都是中俄友谊 这里有一个导览图我们看一下 平空技能比赛单车赛 哦这个时间长呢 这个开到半个多月的时间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 坐百度车进里面了 竞赛场了 这军事比赛需要这个场地非常大 好我们站上一个位置 好我们已经坐上车了 出发了 满满的人 满满的人 很多人都满 不满了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要回了说的上面已经结束了 我们走到一半然后停在这了 我们回去了就回去了回了走到一半然后就回了 最终也没有进到里面 今天只是一个开幕式 我们就回了 刚才这边人也挺多的 现在这边的人也散完了 都回了 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回了 等一下我们又进到这里面 现在来的太晚了 后面半个月的时间都许多有比赛 然后我们看后面找哪天再玩了 那么现在要走快点 本来就起来了 那么你有魔鬼 一分钟 刚才已经遇到 9月 感谢观看